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外边打断 我感觉我就像废物一样 活得都没有一点意义 我感觉拖累了这个家 每次都想就这样走了吧 就死了 我给我妈写过好几封仪式 然后我也不敢给我妈 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而如今又是什么原因 让她有了新的愿望 特别想站起来 张迪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 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生活 张迪家住在河北省 苍州市南皮县路贯镇 东唐家屋村 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 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 这使得这个村庄看起来有些冷清 你好 张迪家在哪边啊 就冲哪边 那个愿路 馒头冲哪边 馒头房 就前面 前面那是馒头房是吧 上那个 冲的愿路上北去 家里有哪些人啊 他长迪有奶奶有爷爷 爸爸妈妈 还有个儿子 还有个儿子 嗯 媳妇他从病当家和他离婚了 那他们家那个 主要是谁照顾张迪啊 他妈妈吧 他爸爸得送钱去 他奶奶娘去到了保持了 他们家主要经济收入就是靠 送地 长迪他爸爸挣钱 他妈妈从家种地 影响请到 现在条件也算还的 也算行了 光他那家 给他为了给他治病的 风也想卖 这不说 慢慢地还起来了 风不卖 你好 请问是张迪吗 对 现在就你一个人吗 对对对 你坐 好 你现在腿是什么情况呀 我腿就是不能走路 面对编导的到来 张迪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是在2010年的时候 我在鄂尔多斯打工嘛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腿 然后有点疼 然后我当时没有当回事 然后我是睡到晚上12点左右吧 然后腿疼得越来越厉害 做了一个刺工诊 我是留了 开楼道以后是 输了11天夜 住了11天 我就和我们掐了 我就和我们掐了 和我们掐了 我就要求出院 要出院 你那意思 我说什么你 你出院 不保你这病人好 他说 他说你不保安 好难的出院 通过村民 我们了解到 张迪家的条件并不好 爸爸常年外出打工 妈妈除了要种地 跟照顾张迪外 还要照顾张迪的爷爷奶奶 以及张迪的儿子 在张迪生病的最初 甚至想过卖房子筹钱 同时因为张迪的疾病 妻子也离开了他 留下了年幼的儿子 我们在张迪家观察到 这些年 中国残联给张迪提供了 包括无障碍改造 地面硬化 等很多帮助 海绵状血管流 这是导致张迪 瘫痪的原因 这种病真的这么严重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相立相亲》 我是海波 从刚刚的小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主人公张迪 十年前因为一场疾病 导致自己的双腿结瘫 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 独立的站立和行走的能力 那这十年间 他过得是浑浑噩噩 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 如今张迪想要站起来 那么张迪的愿望 能够实现吗 关于这一系列问题 今天我们将邀请到的是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脊柱脊髓外科的主任 张军卫 张主任为我们一一解答 有请张主任 你好 你好主持人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欢迎张主任 其实刚刚通过小片 我们看完之后的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揪心 但我相信此刻 很多的观众朋友 脑袋上还画了一个 大大的问号 刚刚小片大中说 张迪得的是 海绵状血管瘤 然后因为这个疾病 导致他十年前 结瘫 这海绵状血管瘤 我们可是一点都不熟悉 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啊 海绵状血管瘤呢 是一种 顾名思义 海绵状的血管的一个瘤子 是一种畸形 血管的畸形 人体的任何组织 它的生长发育 都需要血管 血液来供应的 那么有血管的地方 血管就可能 长出畸形 海绵大家都见过 对 网状的 许多毛细血管 淤蛆 然后缠绕 最后呢 这个形成一个 团状的这种血管瘤 然后这个 构成的这种畸形 那为什么长到这儿 就会导致结瘫 我们的下肢的 所有的感觉运动 是都通过积髓 就是我们积柱里边 这个模型里边 积髓把它的信息 或者是肢体传来的信息 通过这些神经根 收集起来 进行上传下达 那么这个积髓呢 它的功能受到影响了 必然影响到积髓以下的 也就是对于张迪来讲 就是下肢的感觉运动 都受到影响了 血管瘤这种疾病 它前期可能有哪些 征兆提醒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可能得了 它可能出现的临床表现 比如说会有 经常有一些背痛啊 或者说是偶尔出现的 是下肢的麻木啊 或者说是无力啊 它和我们一般的背痛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的疼痛 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因为它位置比较深 不是在一般的这种肌肉 疼的这种 这种是比较标浅的 积髓啊 所以它积髓 它是比较深的位置 所以比较深的位置的 一种痛吧 感觉这个痛 是从这个背最中心 往外散发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同时 伴随这个疼痛 有时候还有下肢的麻木 对对对 早期发现一些症状 并且重视起来 去医院检查出来了以后 在还没有引起 严重后果的时候 它是可以进行一些治疗 去消除或者说 割掉这个血管流 对对 它一旦破裂 或者一旦出血的话 导致结痰的概率是多大 一旦出血 导致结痰的概率 就相当高了 因为出血之后 造成神经的压迫呢 随着这个出血量的多少 治疗的是否及时 那么它的压迫 可以分成好多等级 那神经的压迫呢 最后直接导致的是 下肢的肌肉的瘫痪 那么如果说大部分的肌肉 比如说肢体下肢的 一半以上的肌肉都瘫痪了 那么肯定就站和走就不行了 明白了 那张迪这种情况属于 它属于比较重的 比较重的 它属于比较重的 因为它在发病之后 很快的 这个很短暂的时间内呢 它双下肢的这种运动功能 感觉功能都上失了 那张主任 通过刚刚那个小片 您觉得张迪站起来的 可能性大吗 人要是这个 需要独立地站立的话 对臀部的肌肉 有一定的力量要求 所以要通过详细的检查 才能够最终判定 他能不能够独立站起来 那么张迪究竟 有没有可能独立地站起来 各位 我们继续往下看 张迪想了解 现在自己的身体情况如何 提出想要去医院 进行一个复查 不切了 一切花那么多 一切都没有看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诉求点 是想站起来 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下 腿部的一个检查 这么多年还嫁不起来 不想切 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吧 不想切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先去看一看吧 面对张迪妈妈 抗拒复查的状态 张迪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她希望自己能够站起来 但又害怕检查结果不好 经过一番沟通 张迪妈妈同意张迪先去检查 但与此同时 张迪妈妈给我们又讲了一个故事 过年我带你看看我这张 好 看来这就是为张迪订 接的钱 这都是为他接的 这都是接的 这看这大对号的都是换完的 这是一个隔给带了五千 这个是一个隔给带了一个两万 这一个还没换 看出来了吧 这是没打勾的 看着没打勾吧 这是接的几年了呀 病的哪年接的 病一零年接的 十几年了 说到为张迪治病借的钱 张迪妈妈不禁流出了眼泪 我们了解到 自从张迪得病后 家里的主要收入 就是靠张迪爸爸外出打工 十几年过去了 当初向亲戚朋友 借的六万多块钱 到现在还有两万多没还 沉重的经济负担 使妈妈不愿意让张迪 接受治疗的原因 其实张迪的病 放弃了 四种从我心里 一个 无法说的一个心结 为什么呀 第一没欠 第二没死 那人挂他 还得看孩子 还得照顾老人 谁管他 这我一个人 我也照顾他家 那人中的都不行 谁从哪里哪有不愿意 就跟哪里加起来 对我 那妈妈不说的不成的 就是亏欠他 没给他治疗 你觉得亏欠他 亏欠 这是其压在张迪妈妈 心里的一个包袱 他很想给张迪治病 但是家里的现实 又不得不让他放弃 他担心以后 没有人照顾张迪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 解决这一切 经过一番沟通 我们先带张迪 去医院看看情况 张迪对接下来的检查 坠坠不安 对站起来 充满了疑惑 半小时后 我们到达了南皮县人民医院 在骨科 医生会给出张迪什么答复 您好 小明 你挂包了吗 挂了 好 几个骨科 咱们一位家属配偶 谢谢 您好 您有什么不舒服 我是脊椎损伤 我十年前做的手术 我想站起来 做的手术了是吗 对 现在你想能走路 对 现在我们骨科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 你手术做完了之后 下一步的治疗和康复 都需要到我们的康复科 那我们康复的几率很高吗 应该是很有希望 很有希望 这句话给了张迪莫大的信心 带着这份希望 我们来到了康复科 从得病到现在 在其他医院进行过康复治疗 有没有治疗吗 没有 没有 是吧 没有 我看一下你的肌肉 有没有萎缩 大小便正常吗 小便有治疗 大便没有治疗 大便没有治疗 是吧 对 小便 每天能解几次了 解个四次到五次吧 来 我给你看一下 来 看一下 你这种情况 不太好 如果说想站起来 比较亏难 张迪刚刚燃起的希望 就这样破灭了吗 来 上床上来 我再仔细等给你看一下 来 使劲 往下蹬一下 使劲 这有没有感觉 有 有 是吧 这呢 这有 这有吗 没有 是吧 往下都没有 是吧 通过评估 小伙子 您有站起来的希望 站起来呢 但是呢 得辅助一个支具 双下支的一个辅助支具 那个辅助支具 它的费用是多少 如果双下支的话 在宽关节以下 可能对两万多 医生要是出了以后 他还能够地生活吗 生活自理应该是 可以的 通过锻炼啊 先来我们这锻炼 三个月吧 因为三个月以后 你可以自己在家 股东地去锻炼 那我们这个三个月 如果说在这里锻炼 它的费用是多少 一个月也得六千左右吧 两万 六千 三个月 这几组数字 成为了张迪梦想实现面前的 拦路户 张迪明白 家里已经承受不起 这样的花费了 但是张迪现在的情况 放弃治疗和治疗 哪一个更有利于他呢 面对又多出来的开销 张迪一家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派出了甲织角形中心的医生 为张迪提供一对一的帮助 你好 这个咱们听家里说 好的呀 好的好的 你慢慢的啊 别着急 好 没事 请问咱们好好看看 行 好 慢慢的上去吧 别着急 好 不错啊 小伙子 手挺有劲的啊 是 咱们别着急 我先简单地看一看 你现在的情况 好不好啊 先 刚才看你上轮椅啊 上下都还是挺流利的 病了有多久了 十年了 十年了 是吧 对 自己在床上可以移动于秤吗 转个身我看看好吗 可以 都秤得起来是吧 对 秤得起来 不错啊 你能不能把两个手这样伸平伸直 慢一点啊 这样 没事啊 我保护你啊 还是坐不稳是吧 对 再伸直再伸直我看 不行 轻轻一碰还是容易倒了 对 他一推就倒 一碰马上就要摔倒的这个状态 还是很让我担心的 他这个腰腹部力量这么差 对以后咱们脚腾器的训练啊 治疗啊 包括让他站起来都是很有难度的 你躺下我再看看你这个框关节的力气啊 慢点啊 使劲往上提 有一点收缩啊 但是没有动作啊 来 再提右边我看看 右边比左边好一点 咱们锻炼的时候 每天自己练的时候 就是练这个肌肉的收缩啊 这样我给你弯弯腿 你能觉得到吗 不能 这样往上稍微提一提 我看一看啊 使劲 右边有一点啊 这样会有不舒服吗 没有 有一点感觉吗 框关节这里 不知道啊 是吧 肌肉张力不是很高 但是有一些 这比咱们正常的 还是要硬一些的啊 你看 他脚也没有什么变形垂足 这都是好事啊 待会你看他能不能 能能能能恢复啊 因为这么长时间了 恢复还是很难的 但是他加强上面的锻炼 咱们把腹背的力气练一练 把这个框关节啊 这个提框关节上台的 这个力量练一练 我觉得站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加油 我觉得走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你测量 取模型 照你这个腿量身定做 好不好 通过几位医生的检查和判定 张力的身体状况 还有站起来的希望 那么接下来 医生将为他量身定制脚型器 标出这些凸起的位置 医学上称为骨性标记 可以有效地避免 穿戴之后 压迫凸起部位的皮肤 此外 通过精确的测量 和石膏的曲型 这样的双保险 保证了制作模具的准确性 张力离站起来这个梦想 还有多远呢 哎呀 张主任 刚刚在看这个小片的过程当中啊 我唯独不敢看的 就是张力的眼睛 因为我们的编导也好 然后他的妈妈也好 医生也好 在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可以去指示 唯独张迪的眼睛里面是 既有希望 又有无奈 又有绝望 整个看病的过程 就是一波三折 看得我很揪心 但好在最后整体的情况是向好的 最起码他这个数据采集的工作 你完成了 脚型器你开始制作了 对不对 对 其实刚刚小片当中 医生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变形 就你这块肌肉老不用 老不用它有可能就变形了 对吧 那怎么样有一些方法 能够做一些运动 预防我们的肢体变形吗 这个不难 我带了瑜伽垫来 可以来给大家试一下 好 现在呢瑜伽垫已经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扮演一下 这个长期卧床的人 我应该是平躺了对吧 面朝上 脸朝上 脸朝上 好 如果我现在就是从我的腰部往下 我的整个腿部就基本上处于一个 不太能自主活动的状态 是吧 对 对 那我就不动了 好 结胆的病人呢 他下肢积张力高的这种 这个人数呢 相对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他经常出现的畸形呢 实际是这样 一个是框关节的曲曲 框关节的曲曲 然后膝关节的曲曲 你的脚呢 是这样的 芭蕾舞 芭蕾舞舞那样 就绷着脚 绷着脚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 我跟各位说一个特别真实的感受啊 我腿如果放下还好 放下的话就是等于我把力量就放到地上去了嘛 但我腿如果这么抬起来 大概二三十秒左右 我这一块肌肉就已经有些酸了 所以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要做的动作就是预防出现这种畸形 框关节的曲曲是由于卡腰肌的激张力是增高的 就这儿 卡腰肌的激张力增高 那么我们所做的动作呢 要尽量地把这个肌肉的这个 把它被动地把它拉长 我尽量抵抗您 我尽量就是这个抗拒您的这个方向 这样非常好 试一下 因为激张力本身它就是一种阻力嘛 我呢慢慢地 这个动作一定要慢 不可能不要特别急地去 哎呦我天哪 越拉越紧的 所以一定要慢慢地和这个激张力来对抗 对我现在也要跟您做对抗 在细微的对抗当中来逐渐地达到一个 好你慢慢伸直 达到一个关节伸直的这样一个目的 这是对宽关节 那么膝关节是同样的道理 膝关节的话呢 由于国生肌的激张力高 所以病人的伸直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做的动作呢 是把这个膝关节被动地来拉伸 病人越紧 你的动作越要慢 然后你和他对抗一会儿之后呢 他就会投降 他会投降 你就进一步进一步地拉 速度要慢 逐渐地 好 主持人我可以把你的鞋脱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预防这种情况呢 是那么就是把这个小腿三头肌的 这种痙攣 或者是把这个紧张度把它拉开的话 那我们要被动地来顶 你使劲 顶关节的主体 顶到主体之后呢 慢慢地把它推上来 推上来 这个也是要速度要慢 你越紧 你越快 病人的对抗 激张力的对抗越大 所以从缓慢地把它 搬到90度之后呢 再过5度 如果可能的话 再过5度 这样 而且维持一段时间 这样的话呢 可以预防病人出现这种 竹下垂的机型 谢谢 谢谢张主任 我想问问刚刚您在我身上 做的这一系列演示 是在家庭当中 家人对于这样的患者 也可以去做的 可以做的 但是我刚刚听到的 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慢 对 别着急 你别生拉硬拽 对不对 而且它是一个坚持的过程 对 真的要持之以恒 对 我觉得不仅需要的是 这个卧床患者 自己内心的强大 也需要的是家人的耐心和鼓励 还有陪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真正的帮助 这是真正的帮助 对 那么话题再说到张狄身上 张狄呢 到现在为止啊 整个的这个治疗情况是向好的 他已经做完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检测 时间过去半个月 张狄的绞刑器也已经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张狄的近况如何 张狄 看到张狄之前使用的轮椅过于陈旧 医生除了给张狄带来了做好的脚型器外 还为他带来了新的轮椅 我扶着你过来 好吧 行 来 我保护点你腰 稍等 稍等 把这个撑住 好 一二走 好 试一试看 先把闸打开 前后这样滑一滑 你看这个 看冠性好不好 这个流行挺 惯性还不错 舒服 是 好 好用就行 好用就行 挺好用 是 接下来咱们试试脚型器的事 脚型器呢 这次咱们给您制作的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您看到的这个 它是保护您这个膝关节和怀关节稳定性的 我又特意给你加了一个这个装置 如果你腰腹背力量不好的话 它会保护你稳定 不要一站起来两个腿分的太开 或者是前后就倒了 刚开始为了稳定期间 咱们还是先带着它练 好吧 好 保重安全 结瘫脚型器 由髋关节脚链 与硬式脚踝足脚型器相连接构成 应用时将膝关节锁紧 固定踝关节 从而帮助结瘫患者重新行走 那么穿戴完成后 张迪能否站起来呢 好 咱们现在站起来试一试 两个手抓紧了没有 抓紧 一定要抓紧 我给你保护好 咱们一起使劲 好 咱们重心先往前移 这样 对 往前请一点 再往前请一点 对 我说起咱们再一块起 好 好 一 二 三 起 好 使劲 手使劲 撑 撑 撑 使劲 撑 撑直 胳膊再伸直一点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棒 使劲 抬头 抬头 挺胸 挺胸 抬头 两个手握紧 握紧 把这个骨盆往前倾一点 往前倾一点 对 对 抬头 抬头 绝对不要低头 非常好 这不是站起来了吗 我在后边保护你没问题 不是 我这个手有点哆嗦 没关系 紧张吗 第一次站起来有点紧张 一会就好了 咱们试着可以往前卖卖步子 卖步子的时候 来 我这个手在后边 重心先往右边移的话 咱们卖左腿 重心移到左边 咱们再卖右腿 同时脚印器往前 这个推进一下 好不好 好 咱们试试看 你不用看下边 你不用看下边 你看前面就行了 抬头 看前面就行了 重心往右边移 对 左腿试着往前 卖一卖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求这么多 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真棒啊 练出来的这个力气啊 真是有提高 对 好 再来啊 往右边 对 卖左腿 好 步子不要太大 步子不要太大 好 移到左边去 移到左边去 卖右腿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顺着我这个手 咱们注用器往前提一提 好 好 真棒啊 你可真棒 好 再慢一步试试啊 从瘫痪在床 倒可以坐着轮椅下地活动 再到今天的站起来 向前走 张迪的梦想 在一步步地实现 他勇敢地迈出了 这十几年的第一步 当重新站在阳光下 接受太阳的照耀时 我们知道 他的另一段人生 即将开始 当地残联再来看望张迪时 又会为张迪 提供哪些帮助呢 我过来看看 你能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需要 你能和我说 有什么事 咱先记录下来 再进一期内 很快地来给你 搞好服务 可能就是说 在他们 就说起来的时候 穿衣服的时候 不太方便 对 那你平时在哪个 哪个位置睡 在这个位置 在这边睡是吧 在这边睡 墙的这一侧 给你安装一个 服务手之类的 就是能让你 给你一个支撑 让你有这个支撑的力 用你上肢的力 带动你这个身体 带动你这个下肢 可能你会觉得轻松一点 来了一会 咱尽量的 再一次性 咱全 全完成它 平时你自己做饭 这个 对 感觉有点高是吧 有点高 量一下 你看这个尺寸 减一下这个高度 对 对 跟着它这个 上 这个桌子往下降上了 10公分 12公分左右 可以了 对 对吧 残联的工作人员 通过对张迪家的考察 发现了家里有两处 对张迪来说不方便的地方 一是为他的床头 加装了扶手 方便他起床 二是改变厨房灶台的高度 方便他做饭 每一个细节点 对于像张迪这样的残疾人来说 都是一个生活上的便捷 真好张主任 我觉得看到现在 我最开心的就是 我第一次在张迪脸上 看到了这么开心的笑容 我刚刚说 之前的时候 张迪的眼睛里是 希望绝望和无奈并存 但在这一刻 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光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总算是站起来了 对 我们刚刚在这 站了聊了半天 说了半天 我们觉得这么平常 普通的一个动作 对他而言是十年的梦 先把心往下放一放 但是我还是有问题 站起来对于张迪而言 真的只是第一步 他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有这个路要走 还有人生的路要走 包括后续的康复之路要走 我觉得是这样 张迪站起来 有两层意义所在 那么第一层意义就是 像你讲的 主持人讲十年 这个梦实现了 然后从医学 纯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那么一个从卧位 到一个立位站立 对病人本身的 整个机体的这种 生理上的功能的改善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不光是对下肢 对他的整个身体 都有很好的正面的这种影响 这是从医疗和生理层面来说 对 那么另一个可能更重要一些 从心理上增加了一个自信 我终于站起来了 而且没有人扶着我 他是从心理上也站起来了 对 心理上也完全在说得非常好 其实这两层意识可能都重要 而且后者可能对他将来的影响 可能更大一些 当然站起来只是第一步 后续张迪肯定还要进行 各种各样的康复训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样注意呢 首先从这个资具 穿这个资具站起来之后 我们观察到 他站立得比较稳 自己讲的 我的双手有点哆嗦 但是第一次 十年第一次站起来 能站到这种程度 很不错了 我看是很不错的 对 那么下一步就是加固 这个站立的稳定性 对于他来说 腰部的肌肉 上肢的肌肉都是好的 那这种腰部的肌肉 上肢肌肉的这种 增强的训练 首先是必须的 然后可以在握这个 住行器的时候 可以握得更稳 这个通过腰部的训练 上肢的平衡更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他在卖步的时候 其实很顺畅 十年卖的一步 能卖到这种程度 很不错 而且能向前 脚能够抬起来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可以看得出呢 它的卡腰肌和腰方肌 这两块肌肉 腰方肌在腰部 这个可以把这个肢体 骨盆向上抬的 这块肌肉和卡腰肌的力量 还是有的 那么它可以 才可以很轻松地迈出第一步 否则迈不出来的 那么既然有这很小的一步 卡腰肌和腰方肌的力量 的增长训练 它就可能迈出更大的一步 所以它的站立和行走的状态 是可以更好的 比现在刚站起来表现的 会有潜力发展得更好 那么时间过去了 一个月 我们的编导呢 也再次回访到张迪的家里 看一看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有哪一些实质的改变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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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来了 忙活呢 啊 少过了 少过了 刚吃完饭呀 嗯 走 走 走 来 走 走 行 走 哎 张迪不在吗 张迪不在 张迪干嘛去了呀 买菜去了 买菜去了 自己忙 你坐下吃 坐下吃 阿姨念做念做 最近感觉怎么样呀 感觉很好 很开心 开心吗 开心 开心呀 张迪是能帮你分担一些了 是 对 你来些了 来 请进 回来了 回来了 听阿姨说 你再出去买菜去了 对 我出去买菜 坐 坐 坐 对 居然可以帮妈妈 去分担一些事情了 是 是 感觉怎么样啊 最近 感觉挺好的 喜欢出门的 像我就没事的时候 会出来溜溜 然后有时候 去捡个发呀 去干个鸡呀 或者去那边 打篮球 你还能打篮球呢 对对对 是不是又把 当年少年学会 都给支配了 算是吧 要不然我给你展示一下 好的呀 来 走 帮你去 整个地医院 开着的资 给他奶奶 给他爷爷 买的马吃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还给孩子买的衣裳 给孩子买的衣裳 还给他这儿 侄子 还给他侄子的买衣裳 还给了他二百块钱 还给俺们买了 买的马吃的了 买火锅鸡 我说 我说你干嘛你这是 你挣钱你全花 你说嘛你这么些年 也没给你们买点马吃 我挣这些工资 我本人都没哭了 是 看着 全好美 好行吧 好行 主要是这些年 都是我父母一直在照顾 自己 挣了第一份嘛 所以说 有特别有纪念意义 所以我就 给我妈呀 给我爷爷奶奶呀 现在我 正确的理想实现了 我想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一步步地走出去 让我去 更大的地方 帮助到更多的人 最大 成为篮球运动员 是张迪儿时的梦想 在瘫痪前 酷爱打篮球的张迪 每次休息 都会约上几个朋友 进行一场篮球赛 但是自从卧病在床后 他就再也没有碰过篮球 如今重回篮球场的他 让他找回了 曾经的那份自信 咱们就展示在这样 好的呀 我看你现在恢复成这样 我真的是 特别地开心 是这样子的 我这次来呢 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是吗 对 想邀请你 去回去做一个复诊 因为咱们这个脚中器也好 还是助行器也好 配戴了一段时间了嘛 然后我们去医院 去检查一下 有点恢复情况 行 是怎么样 行 好 那走 那咱们回家准备一下 好的 通过这段时间的锻炼 张迪的恢复情况如何 交行器的穿戴 对他以后的行走 起到了多大的帮助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来到了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走得真不缩现在 这样走累吗 这样走不累了 咱们能不能试一试 待会把中间的连接件 拆下来 这样走得可能会 更快更灵活一些 行 这样走是吧 对 这样走更好走一些 因为你的腰部力量 确实有提高 目前看张迪一直是坚持训练 恢复的情况还是很好的 他现在走得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的医护人员都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同时对自己从事康复医学 康复医疗 也是有一种价值感 你想张迪 他长期卧床不起 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 他站立起来了 回归家庭 回归生活 尤其难得的是 他能够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也就是说回归社会职业 如今张迪家里已经焕然一新 窗台上摆放了两盆绿植 象征着张迪对新生活的追求与期待 相比于我们第一次见到张迪的情形 现在的他更爱笑了 人也变得更加自信 当地残联也在积极地帮助他 更好的 更方便的生活 当初为他定制的便于起床的扶手 也已经在使用中 来 张迪 咱们这个火开始就这样 就先热和落贴 放在一边 注意把手烫了 然后这不是就是遍压期吗 这不是就先弄本吗 落贴一放这你就开始放稀 这个底就不用点了 就这样 你就这样放平着 放在中间它不热得快吗 这样 这样是吗 现在这个不就不定了吗 不定了后面焊这三个就没问题了 刚开始干有点手抖 没事 慢慢的 张迪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 获得了工作的机会 实现了他挣钱的梦想 我们相信张迪一家的生活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体情况向好 我们心里面很开心 而且今天在节目现场呢 其实我们也请来了张迪 来 有请张迪 好高啊你 是是是 我在视频里面一直看不出来你有多高 对 走得非常好 有有 他腿还是岔开得比我高这么多 你看他呢 向前迈腿很自然 观众朋友们 好 张迪一上来 我们仨人站一块 特别像一个山峰 本来我和您是平时 我跟张迪说话得这么说 都得仰视 欢迎张迪 谢谢 谢谢 刚刚这段路径对你来说 有难度吗 没有 如果说是刚开始的话 还是有一点难度 因为现在练了很长时间 觉得还是可以的 平时就是在家锻炼的时候 能走多长啊 我平时在家里会走很长一段时间 我会在家里走一个小时吧 走一个小时啊 对 我们接下来要不要找个凳子坐着聊 不用站着就可以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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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就是你现在站立的话 在家里面能站多长时间 我在家里站着的时间是 我就是大部分都是走 就锻炼的时候 对对对 随便就走一个小时 对 在家里锻炼就是来回他在这屋子里 然后来回他转圈 张迪 现在你的生活状态 是你之前设想过的吗 没有 没有 以前就是觉得很颓废 现在用上这个支挤以后 就感觉新的人生 新的开始 我其实特别好奇的就是 之前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你都是属于一个很绝望的状态 是什么给了你信心说我想要站起来 我想要去赚钱 就是这个支撑你改变的转机是什么 孩子吧 主要就是孩子 孩子 多大了 我儿子十二岁了 十二岁了 对 为什么是他 因为我看到我儿子一天天长大 然后我妈也老是在家里跟我说 说你看 就是劝我吧 你看 你还有一个儿子 虽然你是坐在轮椅上了 然后你要 你要为儿子想一想 对不对 你不能一天天这样颓废了 如果你每天在家里躺着 孩子看到你 他也不喜欢 他也不喜欢你是这样的 我想也是 儿子一天天在长大 他一天天在懂事 我不希望让 主要是也不希望让我儿子 看到我这个样子 你更希望的是 大多数普通男人的梦想 就是希望 父亲是儿子心目当中的榜样 对不对 这是力量 爸爸都努力站起来了 对 那如果此时此刻让你面对镜头 对孩子有什么想说的吗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的小片当中 很少体现到孩子这个部分 是 如果我想对我儿子说 我说儿子加油啊 我都站起来了 你要加油 真好 我觉得张迪站起来这个过程 和他去生活的这个过程 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站起来之后 你的生活还有什么 其他的改变吗 我来了北京 这拍照留念了吗 留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 这是天坛 这是天坛公园 对 这是我们在马家坡那边 这是你自己拍的是不是 对 这是那个 网红区好像是 反正不管是哪儿 我觉得就是这些照片 它是哪儿不重要 重点是你去过 对 对吧 很开心 就过去这十年 谁能 你怎么能想到说 我自己站起来 我自己出去 这些照片是我自己亲手拍的 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所以刚刚这个张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 也反复提到 对于残疾症朋友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 除了身体的独立 精神的独立 也非常非常地重要 对 你觉得你心态前后的这个转变 对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心态的转变 最起码我勇敢地走出来了 我是坐的那个地铁来的 说到地铁我还挺感动的 我在地铁上 我在地铁上 本来我买了票以后 因为我没出来过 现在那个打车都用滴滴嘛 然后我说我不会用 然后那地铁站的那工作人员说 我教你怎么打 你在哪里出去 然后怎么做 张主任 其实刚刚张迪这段话 让我有一些思考 就是对于残疾症朋友来说 肢体上越来越好了 能独立地走出去了 独立地生活了 但最重要的是 他如何和这个社会独立地相处 和这个社会上的人独立地相处 这个社会上的人 跟他们之间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 这个您怎么看 这是一个不但是残疾人 本身面对的问题 更是我们其他所有 他周围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其实刚才听你们两个谈话 我也很有感触 总的来说 张迪他的感受 就是说不是说 我看过了这么多风景 而是说我自己出来了 是我自己看来的 这个很重要 你就是说周围人对他的帮助 如果说我背着他 或者说我开车带着他 看再美的风景 他未必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通过配上支具 用成比较方便的轮椅 然后再加上社会上这些 基础设施的这些便利 他能够自己出来了 他能做一普通人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这风景是哪都不重要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照相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 就是他的心里最大的诉求 所以这一点我们感触很深 我们周围的人帮助他的时候 也不要说过多地去呵护他 觉得他是一个残疾 他是一个弱者 而是要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朋友 这样来相处 这样的话可能相互的感觉 也都会好 他们也逐渐地就会自立 就像张迪这样 那其实除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和中国残联之外 当地的政府也给了你 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对吗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 陆贯镇的镇长 您好 张迪他的情况 我们为他制定了精准的帮扶举措 他和他儿子享受地保政策 张迪享受残疑人补助 他儿子享受两免益补政策 两个人每个月有固定的产业分红 享受免费的国家医疗保障政策 张迪现在是我朕扶贫先复制的典型 他现在已经是入党积极分子 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关爱张迪的成长 谢谢 感谢您的帮助 好的 谢谢主持人 真好 我们看到了很多力量都在帮助你 和像你这样的朋友 是 你自己对未来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展望和期待 有什么样的心愿没有 当然有了 我们的心愿就是 可以更好地去接触这个社会 更好地展现自我 还是希望一些社会的关爱 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工作 可以去挣一份钱 虽然说挣钱好像比较俗 但是只有我们挣到了钱 可以养活了家里 才可以 对不对 可以对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也是一个提升吧算是 不俗 哪里俗了 张迪说的是挣钱 其实挣钱两个字背后 暗含着两个字叫责任嘛 对 对不对 其实他们就想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 去承担家庭当中的那一份责任 社会当中的那一份责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有个小小的提议 可以把手伸出来吗 我们三个人 先是张迪的手 你代表的是普通的 很多的残疾人朋友 然后是张主任的手 您代表的是医疗 在不断地努力 为他们的身体和心灵 提供更多的帮助 而我这只手 可能代表的是 这个社会上 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 和每一份简单的社会力量 当这三方力量融合在一起 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块使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生活 才会向简单快乐和幸福 再多靠近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去了解一下 这些残疾人朋友 他们最朴实的愿望 其实我也算挺幸运的 现在也比较热观的 我现在是有两个小孩的父亲 像他们说的 如果几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要走出来的话 那我两个小孩怎么办 我也想过这个 所以什么 还必须走出来 现在我基本上心里 就达到跟以前的一个心态了 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的 不断地强大自我 然后可以走出各个地方去看看 转一转 我都受伤快两年了嘛 都没有和外界的朋友 还有这些 一般都不出去 联盟都不出 有啥事的话就出去办一下 然后回来就一直在家里待着 期待的话就是说 咱们是说幸运地看活着 寻找一下自己的能生目标 让说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 通过家人要努力 自己慢慢的心态调整 调整能力 接受现实 然后最大的让自己的身体 康复 做一些康复顿炼 让自己的各个身体功能更好一点 真好 就觉得心里面暖暖地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想说的是 就是抛去残疾人这个身份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女儿 是妈妈 是父亲 是儿子 是每一个简简单单 普普通通这个社会当中的人 对吧 对 其实国家为了更好的帮助残疾人朋友 从1991年开始 规定每年的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为全国助餐日 这是国家在关爱残疾人方面 表现出的态度和决心 但是这些都是他助 是他人的帮助 是社会的帮助 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 更重要的可能是自助 自己愿意去努力 所以在最后 祝愿所有的残疾人朋友们 能够开心快乐 希望你能够热爱生活 也能够尊重自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相亲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